謝謝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辛苦大家 又見面 你心情如何 拿了一份同樣 自己是完全沒有想過的 所以剛才我覺得上到台 我下到台後就跟她說 我說對不起 我剛才在台上真的是一片空白 因為剛才Sika那個班長叫的時候 很震撼 震撼 我被她 震撼 所以我整個人都還沒回來 剛才有一些人真的很想多謝 我想多謝家人 還有我在那個名單上打了自己想多謝的人 另外剛才在台上一定要提醒自己 就是親口多謝你們 George和Marco 你要補回都可以 想哭我 其實剛剛我沒有哭 沒有 沒有這件事 這個Phoebus的感覺 有感覺 有感覺 我們無法回覆 眼淡看 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太感動 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上到台說了些什麼 我覺得自己很不成熟 就是應該不要理會大家 一定要講多謝的人 但我上到台上就已經 噢 都忘了自己說什麼 我剛剛還要問她 可不可以把影片傳給我 對 三秒說完 對 說了些什麼 對 這樣 有否第一次感覺到會不會有很多人一起支持 是的 因為其實我記得之前第一次是 第二個頒獎典禮 其實Pixel有一次拿了同獎 其實那時候我也覺得 哇 其實香港觀眾其實都很疼我們三個 可能我們有拍過的綜藝 或者做過的音樂 大家都 分內支持 所以我是 很開心 我認識 我認識 抱歉 太緊張了 現在還可以 但不知道 那時候 這麼晚呢 應該就收了 明天補回來 哈哈 我們去一些 明天都要開工 對 我們去一些 還開的店 慶祝 七仔 七仔 你說的 在這裡說 哈哈 抱歉 抱歉 誰回應 我回應 不是回應 不是回應 純粹是支持 支持一下 是不是覺得 這裡有些心聲上 在哪裡 支持開工 心聲 其實開工 都是我們心聲 又沒有特地去隱藏 其實大前提最希望 都是 今年搞不了 下年也搞錯 嗯 我也覺得 我們三個都很想 出多些歌 搞多些show 因為始終我們都很想 做好音樂 希望可以 下年有更好的成績 我覺得 嗯 其實公司 因為昨天 即是昨晚的事 所以其實 未真的跟公司 為了一個 黑談 這樣 但是公司都很大方 剛才 因為公司的同事都在 都是公司同事 帶我來 大家都沒有說什麼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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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打氣的說話 有很多鼓勵的說話 所以 真的多謝大家 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其實 即我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幸運 即自己真的很幸運 由全民造星到現在 組成Pixel之後 有很多好像 叫做不如意的事發生 但是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收到的更多鼓勵 還有支持 即是跟我們說 千萬不要放棄 即是有很多這些的說話 我們覺得 我覺得是 很感謝大家 不會的 你不能笑 沒有啊 沒有 好像很大方的 跟我們聊聊天 搞得好像真的有 但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不是沒有 不會有 我的包裹應該沒有 是 你不會照廢 不會照廢 不會照廢 應該是不會的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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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喜歡 我們很強壯 可能暖爐 嘩 我也想 我自己也是覺得 拍節目是拍節目的 私底下的生活 還是私底下的生活 我覺得未必有關係 我覺得 純粹是 節目令大家看得開心 就OK了 我覺得 你沒有了 你學到很多招 因為其實我們編審 Iris 是一個很有戀愛 老的人 他教了很多東西 幫到很多 在拍節目的時候 可以了 是A370 我不是 對不起 好吧 我說完 我先 真的沒有 那又 真的沒有 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聽不到 這個明蘭的 是你們的 Ring 哦 他很好啊 很棒 你們開了Live嗎 我們又開Live 開Live 那天 很多人進來 是嗎 你們沒有進來 你什麼時候開的 你什麼時候開的 前晚 是嗎 可能沒有夠通 對 前晚 可能沒有通知 錯了 我想看 沒有啊 我馬上電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看自己的東西 覺得特別尷尬 所以我會 一個節目播出 我覺得OK 但是我自己看自己的東西 就會 我不知道 尷尬 謝謝